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惠惠最初不肯见 因为你没有诚意 终于沙利文 主要是国家安全顾问 接受CNN访问 拜登政府目标是要塑造国际环境 更有美国、盟友、伙伴国及志同道国家利用的价值 不是要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 让两个大国可预见未来 不得不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运转的环境 希望这些条件可以对美国有利 而且说明目标不是去压制中国 也不是新冷战 至少提出一个比较对中国有尊重 愿意平等看中国的观点 但实际是否 跟着美国的军机 又带着议员飞去台湾 好像立刻说完 又不是真的尊重中国 而是还在搞台湾 不过起码有缓和的可能性 这件事让我开始想 其实美国打压中国 由特朗普开始 最先用贸易战几下去击败中国 想不到后果是相反 但中国还赢了 在贸易战中 美国没有拿到什么好处 反而令到物价抬高了 于是贸易战用经济逼中国失败 第二条线就是在香港 通过各种代理人在香港 制造某一种颜色革命的做法 中国提出美国干预香港百多条事实 美国也没有否认就是物仰 其实在香港 美国出到他的政治最高人物 包括蓬佩奥 国务卿或副总统 去见他在香港的代理人 当时的暴乱 我在香港是亲眼见的 和美国的报道是很不同 因为美国的报道经过剪裁 说这些年轻人是没有暴力的 他们是争取民主 然后是警察暴力打他们 我亲眼见的 相反是他们才做很多很厉害的暴动 又倒露又扔射 然后那些不同意见者 街头就打那些阿伯 用火烧阿伯 又用砖头扔死了一个阿伯 很多老人家 很多人去和他们讨论 是被他打死或者打伤 这些是亲眼见的事实 是拍摄的 电视 我们每晚都看着整晚的 那些暴动的过程 所以在美国的报道 其实是经过新闻剪裁 形成的一个剧本 就只想说香港人 争取民主 然后被警察镇压 那当然呢 去做出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如果这一场的民众的暴动 是引发到中国国内 很多的平民是对政府不满 那可能又会像香港那样 有所暴动 有所群众示威 但结果没有 原来中国的民众 对政府非常的支持 很多的调查都显明 是中国是得到 八成多至九成的群众支持 那就是无法引起群众运动 那美国假设 中国人民很不满 中国的政治 原来事实上不是 是 然后呢 就是 他希望的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如果他代理人通过 某种方式是控制到香港的话 那等于美国可以控制香港 就变成 美国在中国隔壁有一个位置 英美世界列强都去搞香港 由香港搞中国 但是结果呢 想不到国安法一出 一条法律都不用出兵 本来美国 如果你真的出兵镇压 我都去大条道理 骂你无人权 但结果不用出兵 一条法律出来 就解决了这枝所有暴乱问题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 中国处理得非常小心 然后呢 就 著名的一个记者 叫做 Luli Vitati 他是一个斯里兰卡瑞的英国人 根本和香港是没有任何的偏见的关系 他作了一个客观的记录和报导 四百多页那本书叫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就是讲到香港的另一面的故事 不是美国或西方传媒所写的剧本 而是按真相所写的记录呢 都详细解释了幕后的势力和金钱和特务系统等等的做法 而香港最后也是呢 当《国安法》出 美国大批人员撤离香港 可见是有大批人在后面 是在操纵那些香港的种种动员 而那里呢 他一走就大批地产出卖的 你说多厉害呢 整个山很多屋都是他们住的 原来是美国派的特派人员去做的 然后呢 香港搞不成呢 就试试搞台湾 今天利用蔡英文是台独的方向 这样呢 就美国首先大批的战艦洗离南海 台湾海峡 还拉起来多个国做三十年最大的一次的海上的示威 做这些的演习 拉起来印度、日本、英国、法国、荷兰 最后加拿大都拉起来 澳洲都拉起来 以为这样会吓到中国 中国一点都不怕 就是正如是孙子兵法所说的 就是不动如山 就动如雷艇 孙子兵法就是指动如雷阵 现在呢 就是中国的解放军 就是不动如山 动如雷阵 中国一点都不为所动 为什麽呢 就是显示少少 他现在发展的军力 原来和美国已经是对等 中国已经发明了很多最新的战机 是和美国一样的 而他的超音速导弹 目前还超越了美国 所以呢 就是中国一路 他的武器的演进 和科技 包括他上太空的科技 都是开始追上美国 追到很接近的 那美国之所以担心呢 就根据香港的 中国的瑜伽思想 著名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 叫做Renner-Mitter 他就写一篇文章 讲到中国呢 特别是习近平在应付西方 开始一个很强硬的制度 因为有五个历史的因素 那就先讲讲他 第一个最主要指出 就是瑜伽思想的重建 那么中国瑜伽思想的重建呢 他说第一就是和谐的重建 第二就是仁爱思想的重建 那和谐思想呢 其实就是当邓小明讲到之后 那就冯友兰这个著名哲学家 临死之前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做仇必和而解 就是这个是张还他 张在的思想 就是以前文革是仇恨斗争 现在应该是和解 用和来处理 不要再斗了 那么呢 之后呢 就著名学者叫做 张立文写 第一个哲学思想体系 叫做和合论 就是用和谐 融合 来重建中国 那么晚点 瑜伽思想 因为我参加很多的学术会议 我本身是研究瑜伽哲学 拿博士学位的 所以我就很明白 但他们那时已经一路成为一个文化的精神方向 由胡锦涛用和谐 作为建立中国的基础 然后呢 到胡锦涛到习近平 对外那时呢 就帮助非洲的国家 中亚洲的那些 第三世界贫穷的国家 是人爱思想 就是你没有疫苗 我们送疫苗给你 你呢 贫穷 借钱给你 如果你真的没有钱 不还都可以 就是这些这样的做法呢 提表了那种所谓的黄道 以中国古代黄道思想 就看不起那些霸道的思想呢 黄道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万智所提到的 就是什么叫霸道 以力假仁者霸 就是用自己的实力 就是美国时我凡实力 中国看你凡实力是霸道的 就是凡实力 就是假用一些人意的道理 就是你说民主自由啊 人权啊 讲到天花乱随 其实你是靠军艰来逼人 如果民主是靠炮艰来逼 这就不是真的民主了 你最主要尊重人 曼子说 就是说 你先走出那种道德 让人服你 曼子特别说到 如果你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人 但是呢 如果以得服人者 忠心悦而成福 心悦而成福 如果你真是很有偉大的价值 你对人有关爱 你对人家的国家 为他好处帮助他 又不拿他的好处的时期 人家心悦成福来跟从你 如果你用你的 因为你强大逼人跟 你个个都被逼跟 是个心不服 所以中国就发觉 美国这次和中国这场的决斗 是缺乏平等体的人缺乏对人尊重的 所以中国说 其实实力我都有 但我不显露我的实力 我显露你 你打不赢我 但我希望你用你所说的价值观 即是做给我看 这个就是中国对美国这种态度 所以杨建成说 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就是我不蝕对你这种非道德的手法 拜登是不明白的 这些政客是不明白的 倒是这个牛尊的学者 Meter Renner-Meter 他完全明白 中国是怎么看的 这个就是因为有学悉的人 跟他的政客是很不同 休息一会 下一节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 就是Renner-Meter 继续说中国现在的五个元素 就有四个是什么 下一节再谈